與沙田市中心一何之隔 在大沖橋路和沙田惠路交界近麗豪酒店 有幾個提供實用面積200多尺至400多尺小單位的屋苑 案件無分別是河畔花園、花園城、翠華花園、全徽中心和麗城花園 樓齡都超過30年,但入場門檻較低 而且幾分鐘步程就可以去到屯馬線的沙田惠站 又有巴士路線途徑,是不少上車一族的選擇 當中屋苑單位數量最多的是河畔花園、遊行機發展 共有六座提供超過1500伙 全部都是200多尺的單位 不過廳房都有窗台,擺放家具就要花點心思 河畔花園又不少單位可以望河景 內街單位望沙田交通安全公園為主 河畔花園在這個小區裏面 設施算不錯 包括有泳池、網球場和羽毛球場 至於座數最多的花園城 共8座提供大約1236個小單位 唯一房和兩房間隔 同樣有窗台 側形相對多 花園城分三期發展 第二期近河畔 第一期比較近沙田圍站 景觀亦較開陽 可望沙田圍和江貝街一帶 花園城一期旁邊是翠華花園 翠華花園只有三座 提供一房和兩房單位 備有窗台 頂層的單位連平台 如果打算入手 實用面積約215平方尺的單位 要留意它的洗手間 能用空間狹窄 全揮中心就有兩座 都是一房和兩房間隔 同樣有窗台 而麗城花園就是單動物業 全數為兩房間隔 在這幾個屋卷裏面 單位面積較大 而且沒有窗台 景觀可望城門河景 或者交通安全公園 不過只有百幾伙 二手成交疏落 這個小區只有一個花園城商場 但大部分屋苑有地鋪經營紋身小店 食事選擇不少 隔上在河門環境閒息 為處小學91校網 有不少優質學校選擇 不單吸引兩小口 對有孩子的上車人士也有吸引力 沒有20ona 我們住在那裡 家人和私有兩塊 eil纏店 趁安全